继续再来看台大有一名女高财生 之前有歹徒假冒她的好友 要她帮忙买游戏点数 这个台大生把身上仅有的四千多块都拿去买了 之后才惊觉被骗 心情低落的在马路边抱头痛哭 这个巡逻的远警发现女学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就立刻伸出援手 让女学生好感动 照片中的美少女 五官酷似女星陈妍希 她是台湾大学财经系的高材生 但之前却被诈骗集团骗光身上所有的生活费 原来不久之前通讯软体上的朋友 请托她帮忙买游戏点数卡 女学生不宜有她 便把身上仅有的四千多元 全部拿来买点数 时候才发现原来是无良的诈骗集团 冒用她好友的名义 让她上当受骗 生活费没了好懊恼 接着手机又一失 无助之下在马路边抱头痛哭 恰好碰上巡逻袁警上前关心 袁警这才知道 女大神已经挨饿两天了 赶紧将她带回派出所 买便当让她充饥 还介绍一份不错的打工机会 对我们警察给她的帮助 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照顾 给她的协助 事后女学生感激不已 特别在年轻人写了张明信片 谢谢帮她解围的所长以及小队长 认为遇到他们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也因此常会拨空到派出所 帮忙清扫担任志工 警方及时的伸出援手 让女大声铭记在心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